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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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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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给一些Fortune 500 company 去给他们一些建议 就是说这个研发中心今天开在哪儿啊 哪儿的当地政策最好呀 哪儿的人才最多呀 实际上我们看到到现在为止做这个跨境2.0的事情 实际上也是离不开对当地政策的了解 对人才的分析 还有就是说每个区域的不同的特色 要有非常详细的了解 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的 我的co-founder 顽强他是在西雅图 以前做了一家大数据的公司 后来卖给了一家欧洲的上市公司 实际上也是对这个跨境创业非常有了解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的投委会上还有两位非常资深的投资人 一位是李竹 他是清华大学八四级计算机系的师兄 然后呢 他实际上是创立了国内的英诺天使基金 那实际上是覆盖了中国所有主要的城市的富阿西 还有包括上面的天使投资基金 也是中国的十大天使投资人之一 那另外还有一位是五平师兄 他是清华79级的电子系的 然后他创办了展群科技 现在也是算在中国 这个芯片领域大概是No.1的这种公司 自后来被清华紫光收购了嘛 然后之后的话他就创立了五月峰资本 现在主要是在做芯片领域的兼并收购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也做一些早期的VC的投资 所以他这两位重量级的投资人都在我们的投委会上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早期的投资实际上是要和后面的这个接盘下 就是这种大的P要结合 而且呢既然我们是要做跨境这件事呢 就要跟中国的这种 就是对早期投资非常了解的这种生态要紧密结合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发现就是说什么样的机会 然后怎么样去结合 那之后的话就是想给大家 那个林萌你帮我track 一下时间好不好 对 对 好好好 好 那个下面的话我就给大家大概讲一下 就是今年上半年的话 看起来我们美国的这个风险投资的这么一个趋势是什么样的 这个基本上呢就是说给大家了在过去十年里面 美国风险投资的这么一个趋势 那基本上到2015年2014年15年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peak 就是那时候大家我们做早期投资的时候 因为我是那时候开始 开始从实业转到投资这件事来 能够明显的看出来 大家那时候就是基本上拿着一张blank check 赶快说赶快签根本没有时间做地地 然后到2016年的时候有一个调整 然后大家都说slow down是怎么样的 那个那时候股市的话 我们其实也经历了这么一个急刹车的这个阶段 然后到2017年的话我们现在感觉的话 就是说是有一定的回升的 但是还没有回升到这个15年疯狂的水平 但是比16年的话就是它的 从硅谷的项目来看的话 它的估值啊什么都是有增长的 这可能是一个更详细的就是quarter by quarter的 从后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要17年的那个Q1 Q2 实际上是慢慢这个又往回升 对 然后这个这个图呢 基本上讲的就是说 从这个硅谷这个 就是美国风险投资的这个行业分布来讲 是是怎么样的情况 那大家可以看看起来最多的可能 还是属于这个就是属于软件类的这种 或者我们中国明显看的TMT类的 那基本上这个可能是占最大最大头 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说 像这个house tech啊 这个也是属于就是长期以来这么多年 它都是还是比较稳定的 对 这个可能是一个细分吧 然后这个的这个图呢实际上是就是说 大家很 大家其实很多很多人那个从 尤其是从中国过来的这个 来访问的人都关心说 美国如果做早期投资的话 应该是投在哪儿 对吧 为什么要投在硅谷 对吧 这个这个呢实际上是就是说 从过去的这个 这个是14年的这么一个一个数据吧 其实过去10年来 你要看到就是说基本上在硅谷 基本上从案子的数量和钱上 案子的数量基本上占整个美国投资40% 是在硅谷这个就是这个地区 然后剩下其他的呢 可能就是说有有纽约 Boston啊 然后还有还有包括LA啊 包括西雅图啊 包括那个那个 奥斯汀和Chicago啊 都是属于在后面的 但是基本上就是说 从从数量上和和钱上来讲的话 看来就应该是对这 就不动了 咦 那个 您呢 我们这个这个PP好像 那也不动了 好像有点问题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按一下下一 你能帮我按一下下一吗 基本上就是说从这个案子的数量上来讲 和金钱上来讲 就是硅谷是还是占到No.1的 好 要不然重新起一下吧 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就是 实际上过去十年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风向吧 那这个其实也就说明了就是说 经常有人问为什么要投在硅谷 其实我觉得硅谷还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那个如果说你去了美国其他城市 再到这边来看一看的话 我觉得硅谷就是说它有人才 然后它有相定非常活跃的一个氛围 就是还有的话就是说如果在这边 大家这个一个是mindset 我觉得这件事非常重要 我们后面可能谈到就是说 为什么要投资兼并 然后怎么进行融合 其实人这件事是最重要的 那这个这个mindset呢 大家都是说有些人其实告诉我说 他们从其他地方 那个我们有些朋友 因为我以前在西雅图嘛 待个十年他也不想着创业 他到硅谷半年 半年他就想出来创业 这个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氛围是非常不一样的 而且呢在这边的话 你可以找到大量的 还有大量的其他的资源 还有从国内 你要办成一件事的话 基本上可能一天之内 你就很快能搞定了 到其他地方的话 就是这个相对来讲 资源的这个交互速度 这信息的交互速度 是远远赶不上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个也是有它的道理 那后面的话就是说 又看一下这个退出的走势 基本上和早期就是刚才投资的 那个走势是差不多的 也是就是说2014年到了一个峰值 然后慢慢的就是说在下降 然后其实现在就是说 大家其实从投资人的角度 我们觉得是到了一个理性的回归吧 然后还有就是说看 看这个未来的风向点是怎么样的 然后这个也是就是说按这个比例来讲 这个是Q2的这个融资的案子 如果你要看的话 就是说按那个不同的州来划分的话 同样就是说从加州和硅谷这里来讲 还是第一位的 这个呢我就是特意把这个上半年 就是Q2的这个IPO的这个案子和这个融资最大额的这个案子 把它列出来 那而且呢是把说在什么地方把它列出来 大家可能看到就是说基本上硅谷这边呢 占了一半吧 然后剩下就可能其他的地方 通常来讲呢就是说 从最新统计一个案子就是一个公司从成立 大概到上市IPO的话 基本上可能要8年的左右 然后如果要到兼并收购呢 可能会早一点就是6年7年这个样子这个水平 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些公司呢就是说实际上不是初创公司了 都已经是在这个做了89年的这个样子去上市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从地域的划分来讲 第一个告诉我们说可能50%的案子是在是在硅谷这个地方 另外呢就是说我特意列出来就是说这些公司都是做什么的 这个可能给我们也有一个参考 那一方面呢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可能有一多半的是这种信息科技技术 在美国的话可能软件类的会比硬件的更加受到青睐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就是生物健康类的 这种就上市也不错 这个可能和大家就是说那我们前面看到的数据呢是比较相吻合的 这个呢就是说因为大家 从我们的基金本身来讲呢就是说以跨境这件事情是作为我们的这个主要的核心 核心点所以还和美国的这个风险投资基金看的案子还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找那种就是技术或者是这个解决方案 它是用跟这个跨境相关的 所以我们就是特意 就是说这个签名收购就是到 或者投资这件事情 从中国海外就是出海的这种资金 它到底投哪些或者它收哪些 这个给我们有一定借鉴的意义吗 这个从这个角度上看呢 实际上2016年从这个中资出海并购的这个实际上是达到了一个峰值 比那个2015年呢相应来讲是甚至是就是多了一倍不止 差不多就double了一下 然后到17年呢这个Q1呢 我们现在只有Q1的数据呢是实际上是有一定的下降 这个反而和那个投资走向也是有一定的程度的相吻合吧 就是说有的时候到就是太疯狂了也不行 所以一定程度上就是说还是要更稳健一些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也关注了一下 就是说从这个并购类的这些到底谁是这个key的driver 然后呢他大概并购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这个实际上跟我们其实基金看的一些这个主要投资方向也是比较相吻合的 第一类的就是因为中国在过去这个还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嘛 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即使看到早期的这个跟硬件相关的公司 即使它美国公司的话也都是一看这个生产supply chain 或者包括他的那些customer都是在中国 对吧有些大的巨头像 而且像那个那个DJI 现在我觉得大疆实际上是设立一个非常好的标杆 因为那个我跟一些美国朋友在谈他说哎呀 中国公司以前他们就认为是一个软件代工公司 但是一看现在就是无人机的公司从这个设计到生产制造 就是也是一个中国公司就是牛 基本上美国公司就没有办法相比 他们就觉得说哎中国他们能够感觉到有这么一个转型 对吧所以跟制造业相关的 但中国还有大批量的这种这种制造业的这个公司呢 它是比较传统嘛它的生产线啊就是它都比较老 或者它的那个这个这个价钱 因为中国的现在这个各个造价还有这个人工都是在不断的上涨 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的话第一类的可能是这个高端制造的 怎么去往高端制造提高它的效率 然后你机械化这个机器人引入到他们的生产线 这个这个需求他们是非常高的 那那个所以重点的话就是可能是半导体芯片啊 机械设备汽车制造啊对吧这个方面 第二类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广泛的是在医疗啊 然后人工智能大数据啊这个那个金融技术 还有电子商务啊新媒体这个方面 它一些煎饼收购可能是总体来讲是 也是属于量比较占主要的地位 对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说 谁是这个出海出海并购的这个主要动力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的统计呢还是以私营企业为主 然后尤其是有些这个上市公司 然后尤为活跃吧 这个跟我们的体验也比较相近 David 实际上是我们认识很多年哈 以前还在Beyondsoft 曾经短暂的也一起同事过 他其实在这边就是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桥梁的作用 我们通过他们也认识很多就是经常跟国内过来的一些朋友来交流 那还有包括一些上市公司 他们上市公司老大们们经常跟我讲就是说 他们对这个海外并购就是投资非常非常感兴趣 主要呢实际上就是说希望是能够加接 帮助一个是帮助他们拓展海外的业务 二呢就是说能够对他们本身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效率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因为时间有限好就是我就highlight一些就是我们我的一些思考 然后也希望有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 那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机会就是说国内的这个 国内的这个有大量的这个非常优秀的企业 但是他们的他们的流程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这个模式可能是属于比较传统的 但是呢中国其实现在有因为在这个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这个氛围下 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中国在在人工智能领域啊还有在很多制造领域啊有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早早期的新型的公司在快速的成长就非常非常快速 那个比如说想想上汤啊想一些就是人工智能的公司在这几年 那个因为我们经常跟英诺一起交流嘛就是非常快速的成长 那这时候的话就是硅谷这边或者是美国这边有些什么样的优势 或者说我们如何就是说能够跟中国的这个这个产业升级或者说这个科技转型来 来进一步挂钩好 那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因为中国就是说从这个教育 教育本身来讲因为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人的问题就是说 人才的问题应该是是是是这么讲吧就是说那从我们看来呢就是说美国这边还是在在生科技的领域 因为它有长期的这个基础基础科学的这么一个研究和发展 所以他们实际上还是具备了大量的顶尖的人才对 从这个角度来来讲呢就是说美国这边就是从科技上还是占占非常优势的 但是从这个说从如果是是说从投资或者并购的角度讲 怎么来去跟中国中国integrate 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碰到的一些challenge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目标目的是不是清洗 因为很多上市公司过来的时候因为中国可能因为要上市它有一个这个财务的或者说对于对利润的这么一个要求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他们是希望就是过来的时候跟我们讲交流的时候 就是说哎我希望看到有些技术性的东西能够拿回去 但是一问说你们要投什么样的或者说我们要 都说哎我们希望投一个这个这个已经在盈利的最好是已经在盈利的 或者他这个revenue已经到了一千万的对吧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看早期公司A轮现在A轮通常是融这个六到八个million 那时候还不见就是最牛的公司它通常可能还没有在有revenue甚至 或者revenue可能还在一个million对吧 那B轮的公司以前的要求可能是这个就是说你break even 这个到现在的话B轮的公司在这种非常热的风口的情况下呢 它这种非常优秀的公司它可能还不见了 因为它发展的非常快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它可能就已经融了B轮 那时候还没有办法达到就是中国这个过来公司它这个财务数据的这种要求 然后还有一些更大的就是像PE和VC 它过来的话它看的是一个更短式的 因为它可能manager下面是好几亿几十亿的这种资产 对吧它没有办法是说那个 它导致就是说它投资量都是很体量比较大对吧 那样的话从财务的角度讲它要求稳 那求稳的话通常就是没有办法去去投到这种最早期的公司 它试验性不够不够大胆 它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 所以通常就是有时候我们过来交流的话 就是很激烦跟他们合作 但是通常也是非常痛苦 因为他们一说我们要投的话 就都是投最少最好有的是那个 那个多少多少不是profit 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目的不明确 或者说这战略不清晰 就是 第二呢就是说在后边integrate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那个帮助一些公司到中国落地 或者找partner 但是市场的适用性和策略性 实际上也是非常challenge的 然后后面的话从管理的话 那个因为时间不够了 就管理的上就是有很多人的问题 因为我们像以前beyond soft的时候 在美国收购过两间公司 就是我在的时候我们知道收购了两间公司 后来integrate的时候就发生很多问题 有些的时候说包括财务 那个收进来之后过了一年 那个财务报表还没有办法整合 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财务 是不懂美国的这个counting的 也不懂英文 那以前那个所有的财务数据都是中文的 那到美国的那边 那美国人他也不懂英文啊 所以这个财务数据就没有办法integrate 对吧那到后边的话从销售啊 就是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管理 那也有很多公司 然后我看到的情况下 他们会从中国派一个manager过来 对吧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 中国manager不懂美国的文化 基本上就是很难管 那所以有的时候呢 就很多时候兼命收购过来 就是两边要打仗 那个要打很长时间 这个文化的融合 其实也是很大的challenge 所以有些大的pe啊就过来 我们经常也需要交流 就是说这个文化的融合 我觉得归根结底有很多东西还是人的问题吧 对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话就是 从中国这个转型 可能不光是就是说我们从财务的这个角度 来想进行投资好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可能在人才的培养 尤其是这种跨境人才的培养上面 可能要花一些很长的时间的工夫 那好吧时间有限 那咱们就交流到这儿 希望会后有机会多交流 好吧 谢谢